里边咱那个战友是个股东 其中一个股东 然后呢 上节目之前 我今天早上跟他发信息 我说今天直播我们要用的 你让不让用 我说因为这个我们要起诉 要用的事情 我都有 我比他还多 我大概有三千多亿 但是我拿出来不合法 他拿出来合法 因为他是股东 而且又是第三方给我的 来了 天意 他说我愿意啊 他说你知道这有多少钱吗 我说大概三百多亿美元 他说我可以给你加一个零 他说我可以给你加一个零 只要你 他说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加一个零 你知道我认为王岐山 怎么有个 小一万亿的美元控制 我觉得大概这是 我所有的从头到尾掌握的 但这一件事对我也是个震撼 他绝对不止这个数 只因为安时 当时我问他 我说当时建行上市的时候 他拿多少 我以为是1.7 还有那麦格里银行 你知道麦格里啊 麦格里同行是澳大利亚最大的 我觉得大概也是百分一点多 结果他不是 他加了一起7% 你算算当时建行上多少钱 王岐山都是五五分成的 这孙子 这孙子 中海外 中石油 中外油 兄弟姐妹们多大 你觉得中国人多可怜 所以说我昨天给他 在铁学主说 患不患性 兄弟们 我跟曹律先生说 他再不在乎谁患性 还有飞飞昨天说 那个我调查了 商人政客 这个看极客直播 飞飞 咱谁都不在乎 咱只在乎钱能不能找到 很实在 他最好有本事 别看我们直播 别信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他信不信 我不要他钱 咱们这个机器的家里 那钱不够零头呢 是吧 意义在这呢 这个文件天时地利 能帮咱找回 所有王岐山 其中在西方藏匿的 非法的 属于中国人民财富的 一个合法的钥匙